当白宫公布了奥巴马总统计划向暑期之后返校的学生发表欢迎返校以及学生们如何能够帮助总统的计划时 一些共和党人感到愤怒 他们攻击总统试图向孩子们灌输他的意识形态 但是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在华盛顿附近的一所高中发表的讲话并不涉及政治 详情请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华盛顿附近的学生们在他们开学返校的第一天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 美国总统奥巴马 我们能够得到最忠诚教育事业的教师 最支持教育的家长 以及世界上最好的学校 但是除非你们大家都履行自己的责任 否则所有这些都没有用 你们需要到这些学校来上课 专心听老师讲课 听你们的父母爷爷奶奶以及其他长辈的话 努力学习才能取得成功 奥巴马总统在维吉尼亚州阿林顿的一所拥有不同种族学生的高中发表了这次讲话 他向学生们讲述了自己没有父亲的成长过程的艰辛 敦促学生们发现激情克服困难 与此同时国务卿克林顿在纽约曼哈顿的一所小学和学生们见面 最终你们能够写到多少的知识 你们对自己的感觉如何 这些都得要靠你们自己 学生们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 我要成为一个医生这样我就能够帮助癌症病人了 我想当受医 我的愿望是当一名科学家 总统和国务卿到学校发表讲话结束了一场激烈的争议 共和党人攻击奥巴马总统 说他打算利用学校向孩子们进行灌输 当政府操纵一切 政府拥有一切时 他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格里尔是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 你们看这位总统干预汽车工业 干预银行系统 政府介入有关政府管理健康保险的讨论 在这个时刻和这个年代 我们不再需要奥巴马总统和政府介入 如何成为好的教师这个问题了 这场争论的核心是教育部鼓励学生们写出 如何能够帮助总统的教学方案 在公众的激烈反对声浪中 这份教案已经被修改 与此同时 白宫提前发表了总统的讲话稿 格里尔和他的支持者不再对总统讲话持有意义 但是一些学校对反对意见做出回应 决定不播放总统讲话 最后总统讲话只不过是一种激烈性的 所以现在我要问大家 你们将要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你们将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你们将做出什么样的发明 白宫网站和有线电视 播放了总统讲话的实况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您要发明了 你怎么做 我发明了 除了 我们在一起